来 各位早上好 我是小新 我回花校来了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就是花肥的一个售后的视频 然后小新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花肥的作用 以及它的使用方式 每年的话用几次 然后每次的话用量是多少 然后我们拿了两颗小新刚刚给这个君子兰换土的两颗花 一颗君子兰大家可以看一下几乎是栽种完全了 表层的话就差上一层浮土了 那还有一颗呢 这个君子兰的话小新来摘种了 大概摘种到看到没有 花盆的二分之一 就是现在还没有添土 首先来说一下 大家最近下单比较多的这个矿物质肥 这矿物质肥它的作用是什么 先说一下 矿物质肥的话它主要是管板子刚性叶片厚度的 可以让你这个小花的话厚度好 有韧性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上的位子的话是上到花盆的二分之一处 矿物质肥它是长效肥 肥肖比较小 我们每年的话就用两次 春天换土用一次 秋天换土用一次 家里如果有其他的植物需要肥的话 矿物质肥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不伤花根 那小新的手里的这个花的话 它的花盆的直径是150直径的花盆 我们现在手抓一把的量 看一下小新这个把比较大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随意的 随意的往这个花盆里边去撒 撒一圈之后发现剩了 然后我们就放回去 因为正常小新手那一把的量 大概是花盆直径170的一个量 然后矿物质肥的话 你可以随意的去撒 因为它直接接触这块这个花根的话 它也是不伤花根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上完矿物质肥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填图 填到哪种情况呢 填到像小新手里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开始上这个小新这个颗粒肥啊 颗粒肥的话 它是残永啊 就固体肥 残永 油克松仁和黄豆 今年的配方升级又加升 加入了这个花生碎啊 来提高它的这个 呃 蜡膜度 然后呢 这个肥的话 我们每年的话可以用三次 因为它的肥效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是尽量往花盆的上部去上去啊 不要直接接触花根 直接接触花根的话容易伤花根啊 那我们同样的话 手抓一把的量 但是这个肥我们在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稍微额外的小心一些了啊 看到没有 我们要沿着这个圈边 看啊 看小新这种手是这样的啊 看它的一粒粒 从我们这个手的缝隙中过去了 然后我们旋转这个花盆 我们尽量不要让它接近短镜啊 这样的话一小把的量的话 钻圈圈边均匀 都有一些的话啊 这个这个固体肥的话就上完了 表层呢 再稍微盖一层浮土就可以 一年用三次 春天换土用一次 秋天换土用一次 等到了冬天 我们差不多快过年的时候啊 想让我们的花的状态更好 上进开花的情况下呢 我们把表层的浮土扒开 再像小新刚才那样的事儿 给它挥洒一圈的话 就可以了啊 这两种肥配合之用的话 你的花长得好 长得快啊 有硬度 这个就是小新今天跟大家分享